第2575集 这里成为了天庭在地球的根基地 岛很大 如一座大陆一般 不过 却不与红尘中显现 难以被外人寻到 许多弟子忘来都露出怪异的目光 因为他太年轻了 远比他们祖师詹伊凡面嫩 这种反差太大 过于怪异 你们还不过来 这是你们真正的祖师 詹伊凡说道 蓬莱大震动 无数的弟子赶来 足以数万人 而今的天庭成为了地球上最强大的传承 无可比拟 他们早已知晓 祖师在宇宙中成帝 号称天帝 九天十地无敌 只是从来不曾见到过 也不曾德西 祖师回转 今日叶凡突然降临 引发一场大地震 在外历练的弟子德西 也都在第一时间赶来 无比的激动 下一刻 有围于 严小鱼这对 蓬莱岛上的神仙眷侣 从深层次的闭关状态中苏醒 出来参见 他们与詹伊凡 都是叶凡的寄名弟子 资质非凡 去过星空深处的天庭总部数次 有围于轻弹 说可惜了 黄天女师妹作画了 人有生老病死 修士也不能例外 纵然是他们几个 恐怕也要在千年后不厚尘 难以逆转 严小鱼小声说 许叶小妹妹她也 她知道 那是师父在尘世上的 红颜知己的女儿 叶凡轻叹 我已经知道了 这么多年过去 故人许穷不可能还在人间 遭遇化成黄土很多年 这让人无理逆天 而许穷的女儿许叶 当年青春活泼 是小松眼中的小魔女 后来虽然也走上了修行路 但是六千多年过去 终是作画在了这座岛上 两千年前 小松得到消息时 曾经大哭 她在地球的日子里 曾经与许叶是最好的朋友 而今小松被封印了 不能来此 不然多半要伤感 红尘往事 一切消散在了岁月中 当年城市上的朋友 亲人都不复存在了 叶凡唯有一声长谈 庞博拍了拍他的肩头 没有说什么 他回来几次了 去寻父母与大哥的后代时 一身是伤感 詹一凡说道 师父 这边请 他们走进了蓬莱仙岛后面的一片陵园中 这里有一座古坟 年代久远 但是却被人实时打理 周围花草芬芳 雪丰成片 这是他父母的坟墓 被詹一凡等迁到了此地 因为几千年过去沧海桑田 外界日新月异 变化太大了 叶凡对所有人说道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早已听闻过 父母的坟在此 他纵然境界高深 也一阵心酸 双目模糊 众人退走 没有再打扰 叶凡一个人坐在了坟前 没有人能听到他在低语什么 只是看着他的背影 而觉得很孤单 如此过了一夜 他都不曾动一下 直至五十 他才起身 走到另一座墓前 看着上面刻着徐叶二字 忍不住轻轻的触摸 战力良久 当叶凡走出陵园时 众人看不出什么 只觉得他很落寞 不过 倒也没有他们想象中的 大背后的剧烈情绪波动 只有庞博明白 那段红尘岁月 在叶凡心中比什么都要珍贵 可是终究是失去了 不能再来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叶凡为几位弟子讲解 深层次的大道感悟 而后离去 他想独自走上一走 龙虎山 阁灶山 中南山 峨眉山等地 都留下了叶凡的足迹 可惜 举世再难寻一位顾旧 当年的掌门 都作画了不知多少年了 昔日到人 昆仑掌教雪晨 仙剑门掌教等 后来都突破到了圣境 但最后终是驾鹤西去 叶凡走入红尘中 城市中心摩天大楼 临次至比 一座座拔地而起 而远处环境优美 园林 归化有序 一艘艘船飞船 不时划过天空 闪烁彩芒 这早已不是他所熟悉的城市 变化很大 他来到郊外 也寻不到过去的点滴 叶凡走过几处旧地 忽然驻足 远处幽静的别墅中 有一道熟悉的波动被捕捉到 他向前走去 房门打开 露出一张美丽的面孔 看着草坪前的叶凡 是你 这是一个女子 虽然容颜还算年轻 但是满头发丝都早已雪白 正正地看着他 而后醒悟过来 窄言一笑 你也回来了 他是林家 是西年共渡星空 到达彼岸的人之一 后来有大纪元 败入砍柴老人门下 当道工并入天庭后 他离开了 白发红颜 事实上若非他实力强大 以神通挽留住容颜 也应老去了 林家请叶凡进屋 为他泡上一杯清淡的绿茶 放到桌上 这让他一阵陷入久远的回忆中 当年 他喜欢泡上一杯淡茶 坐于窗前 看各种书籍 那是一种享受 多年过去了 他都快遗忘了当年的感觉 终于叶凡开口 你很怀旧 还是住在了原来的城市 我倦了 只想安安静静 多过此生 昔日的一些美好往事 值得回忆 一句倦了 道出了他的真实心境 厌倦了星空中的一切 故此回来 重融入这座城市 砍柴老人有两位弟子 一个是林家 另一个是周易 他们选择了不同的路 周易不屈服 一直高昂向上 早已破入准地境很多年 他惊言周易八卦等 而今实力深不可测 在星空中有赫赫威名 随着道工组织的消失 他不曾加入天庭 而是选择自己奋争 希望可以位列 绝颠 打进大地领域去 可是 六千多年过去了 他也老了 此时亦在星空中 眺望故乡 发肆间夹杂着几缕血色 不止我一个人回来了 依依也劝了 还有凯德 他倒是人老心不老 在西方世界成了光明神 而此时 龙马溜达到了西方 正在光明神庭做客 吵吵嚷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